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面理 地支藏杆 在网络上很多人总是在问 自己的八字到底有没有根 地支藏杆里面有根的话 算不算是真的有根 然而 这些都是传统学上面在争论的地方 但是对于五行派 因为不看地支藏杆 他就是纯粹以十二地支来论吉凶 所以在五行派 你不用管地支藏杆的一个部分 自然而然 回归到五行派的最基本的架构 就是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所以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而不需要再去考虑里面是否有藏杆的问题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